秋翁 哈哈秋翁 恭喜令公子学成归来啊 是啊 来来 让我们来敬秋翁一杯 好啊 睡啊 杨森 哈哈哈哈 谢谢谢谢 大家太客气了 大家喝多酒杯了 不醉不归哦 好来来来大家请坐 请坐啊 今天是我刚从美国 回来的第一天 父亲为了庆祝我学成归来 特别在帝国夜总会 大的演戏 给我结封洗尘 父亲的好意 我深深被感动了 不然一阵美妙的歌声 把我思潮急迫 我抬头向台上望去 立刻把我迷住了 原来是夜总会里的 女歌星在演唱 不但歌唱得好 人长得美丽动人 不知怎样 我的心 发复起了一阵涟 批托一跳的鼻涕 不过 我还是继续欣赏着那首 美妙的歌曲 太开心事 太爱你 重新以后 只能忘记 我俩的爱 不要再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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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问我 为什么不再爱你 你叫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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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何说起 从前的事 怨不了你 怪我自己 太无知 太心事 太爱你 从今以后 从今以后 只能忘记 只能忘记 我俩的爱 不要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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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问我 为什么 离开了你 你叫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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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何说起 从前的事 救原来 走 эконом 所以 분위 misunderstanding 谁叫我 你 不是 我 担心 vous 就 你 一 快 对 你 但 有 再提起 好 再来一个 掌声了啊 一阵掌声过后 歌台上已失去了她的迁移 我还是痴痴地想着 为了离开这喧哗的地方 我幸不来到露台 忽然看见一位小姐要跳楼自杀 我马上上前拉住她的手 喂 小姐 小姐 别那么想不开啊 跳楼自杀是最愚蠢的举动 你知道吗 楼以善且偷生啊 你又何必这样呢 哈哈哈 先生 你弄错了 谁说我自杀 我才不那么傻呢 啊 对不起 我误会了 请别见笑了 啊 不会的 其实你也是一番好意 在这个时候 我真羞得满脸通红 不知如何开口啊 先生 你可以放开我的手了吧 啊 是的 是的 真对不起 我今天太唐突了 不然我们披着的眼光相对 我呆住了 原来她就是刚才演唱的那位女歌星 水仙小姐 是你啊 嗯 你认识我啊 那边不是写着红歌星水仙小姐吗 谁会不认识呢 谢谢你 你太客气了 其实很多人对我们当歌星的都有成见 你说 是吗 诶 怎能这样说 工作是神圣的 干哪一行都是一样啊 嗯 你真会说话 水仙小姐 我想请问你一下 刚才明明看见你是想 是这样的 我不小心把手拍掉到栏杆外去了 正想把它捡回来 你就 哎呀 我真是太糊涂了 好 该把我把它捡回来 不过你可要小心哦 否则自杀的可是你啊 哈哈 你放心好了 我看着她跨过栏杆 使我心里暗想 她高大 英俊 风度翩翩 真是少女们的梦中情人 不过 看她那副害少的样子 真使我暗暗的发笑 水仙小姐 那 手拍还给你 非常感谢你 哦 是了 谈了这么久 我还没请教你的尊姓大名呢 我呀 我姓邱 名俊成 是刚从美国留学回来 不过没有真实的学问 只有骗人的闲头啊 呦 原来你是大学生啊 真是失敬失敬了 怎么 你又来取笑我啦 她望着我含羞 轻轻地微笑 我们再度互相迎视 心底的爱描 恋爱之花 在不知不觉中 桌掌桌 姐姐 姐姐 妹妹 我在这呢 秋先生 我妹妹是来接我回去的 啊 她就是你妹妹 哎呀 姐姐 你怎么躲到这里来啊 害我到处再找你 太晚了 我们也该回去了 嗯 好的 秋先生 再见 再见 哎呀 姐姐 你怎么了 老师回头望 人家已经进去了 啊 你说什么 我说人家已经进去了 别那么死心眼的 嗯 她长得好帅啊 哎 是谁啊 我偏不告诉你 啊 我知道了 她是我的未来结账 啊 你敢笑我 看我打死你 姐姐饶命 姐姐饶命 不敢啦 下次不敢啦 自从跟水仙认识以后 我们时常相遇同游 在一个风光明媚的早晨 我和她在沙滩上并肩漫步 微风徐徐出来 出现了她那乌黑的长发 使她更娇艳动人 看着她那含羞的脸 啊 我情不自禁 把她露在怀里 轻轻地哼着鸽 水仙 你不是说 有话跟我讲吗 小小的水仙花 好像是要说话 你要说什么话 小小的水仙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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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风吹 是不是雨打 你有点害怕 小小的水仙花 我不愿离开它 我心里放不下 小小的水仙花 水仙 你真美丽的 好像一朵花呀 嗯 你馋嘴 我不踩你了 小小的水仙花 好像是要说话 你要说什么话 小小的水仙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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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风吹 是不是雨打 你有点害怕 小小的水仙花 我心里放不下 小小的水仙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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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仙 水仙 我大线已经毕业了 虽然我是个有钱子弟 但是我不想做一个靠父母生活的人 我要找一份工作 自力更生 来维持我们日后的生活 更不想你再过那抛头路年 夜夜高歌的生涯 水仙 等我找到工作 我们就马上结婚 雨萱 好吗 俊臣 我们平复线索 而且我又是一个歌女 我怕你父母会反对呢 水仙 我爱你已经是根深蒂固 就像这块岩石一样 海水冲不动 人力扳不开 并不是外来的力量 所能摇动的 你对我太好 但愿我俩永不分离 水仙 我爱你真心爱你 你香仙花娇艳太美丽 感谢你爱我浓情厚意 但愿我俩永远不分离 请相信我是爱情最专一 海枯湿烂我也情不予 只要你爱我真心真意 天长地就要想连冰地 我们俩透进爱的天地 轻轻一问叫我难忘记 我们像哈鸟笔 永远在一起 永远在一起 恶恶恶二 啊两相依 要分开我们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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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轻一吻叫我难忘记 俊臣感谢你那么真心的爱我 水仙海故事烂我也真情不一样 我们像啊鸟皮 永远在一起 啊 两相依 要分开我们不容易 水仙的影子拥挤在心底 只要你爱我真心真意 天藏地就要想念叮地 我们两头尽爱的天地 轻轻一吻叫我难忘记 首先我爱你真心爱你 不想鲜花脚眼太美丽 感谢你爱我浓情厚意 但愿我俩永远不分离 只要你爱我真心真意 天藏地就要想念叮地 俊臣 你过来 父亲有话跟你说 爸爸 有什么事吗 嗯 刚才葛冰软老婆来过 想把她的千金 露西小姐洗配给你 大家门当互对的 而且听葛老婆说 她年事已老 将不久于人世 就是为了你而终身大事 所以放心不下 经过商量以后 你母亲和我都很同意这门亲事 爸爸 露西跟我自己不相同 勉强结合是得不到幸福的 而且 我心中已经有了心上人 希望你能成全我们 什么 成全你跟那个抛头露脸 割你的婚事 你做梦 你和她的事 以为我不知道 只是不想提起罢了 你不想想 邱家世代都是名门的望族 谁能逃过哥尼来做我们的儿媳妇 让亲戚朋友们耻笑 爸爸 现在时代不同了 当哥尼是正当的职业 而且他又很真心的爱我 哥尼会真心的爱你 他爱你的钱 爸爸 我 不用说了 我已经决定把露西取过门来 你好好的准备准备 而且马上要离开那个哥尼 糟了 时间已经到了 我要敢去公司开董事会议啊 俊成 你自己慢慢地想想 我无助的城市 我怎么办呢 水仙 爸爸要我离开你 我怎能离开你 我怎能离开你 我怎能将离开你 你藏在我心底 心窝默意 愿两情长相守在一处勇筹梦 除了你还有谁和我为偶 水仙 水仙 但愿我俩有其言 能相聚 十亿无悔啊 白色花衣冲冲 名叫做水仙花 愿你守在一处勇筹梦 愿你守在一枝勇沛心中 花水好有时骨 只有爱不能依 我和你共事中 心窝默意 来啦 来啦 请问水仙小姐在吗 我就是 不知这位老伯伯找我有何归干呢 我是俊臣的父亲 有事想跟你谈谈 原来是邱伯伯 邱伯伯 你请坐 我去倒茶 不用啦 我是一个爽知的人 不妨直说 我今天来的目的 是要你离开俊臣 伯伯 请问我有什么地方 使你老人家感到不满的 希望伯伯能多多的指教 我可没有这个胆量来指教你 只因为俊臣最近要跟一位 有钱的千金小姐结婚 希望你能通情打理 尽快地离开她 免得误了她的前途 不 不 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 水仙小姐 你不相信也就算了 也许你能看在一万块钱的份上 马上离开俊臣 那 这是一万块钱的支票哦 不 不 伯伯 你误会我的意思了 我是真心爱俊臣的 绝对不是为了她的钱 请你把支票收回去 而且我 我肚子里 已经有了她的骨肉 什么 你跟她已经有了 哼 这我可不管 不过我得警告你 以后你可不许再跟俊臣见面 否则别说我对你不客气 我走了 伯伯 伯伯 真正 她真的要跟别人结婚了吗 我该怎么办呢 我 我为春梦空陶醉 春梦一去难醉灰 不要陶醉梦几美 醒来梦也睡 夜幕又轻轻地醉 我不想和你在梦中相依偎 只因为春梦睡天只能回味 只能回味 往事难醉毁 我为春梦空陶醉 我为春梦空陶醉 春梦一去难醉灰 不要陶醉灰 不要陶醉梦几美 不要陶醉梦几美 醒来梦也睡 醒来梦也睡 夜幕又轻轻地吹 我不想和你 我不想和你在梦中相依偎 我不想和你在梦中相依偎 只因为春梦睡天只能回味 只能回味 往事难醉灰 不错 我是一个卖唱的歌女 我不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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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配的应该是千金小姐 孙晨 你要跟她结婚 你去好了 姐姐姐姐 你怎么了 你哭了 为什么哭呢 你哭了 到底你哭了 何时醒而睡 为什么要伤悲 你伤悲为了谁 能不能告诉你的好妹妹 什么事情不对 什么事情熬悔 什么事情熬悔 让我来给你空气和安慰 不要再流眼泪 不要再哭上飞 我为你抹去脸上泪水 我为你抹去脸上飞 姐姐 你不要再哭了 我的心里好难过 妹妹 没什么 我只是心里觉得很烦 我为你抹去脸上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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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找她算上飞 妹妹 你别冲动 算了吧 吃亏的多数是我们女人 为了忘记过去 我们还是离开这伤心之地吧 姐姐 你也太暖弱了 好吧 走就走 我先去收拾东西